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台湾台海问题成为了现在中国新闻当中最主要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在习近平生日那天 习近平颁布了新的法律 而这个法律的本身就是很简单 他要把台湾的问题不视为战争 而视为国内的军事 就是国内的为了统一中国而需要的一个 基本上的一个与外国势力没有任何关系的 变成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他就颁布了相应的法律 这个法律是一种效仿的做法 效仿俄罗斯的做法 但是他的罪恶就是说 他一切都是放在一个冠冕堂皇的 而这个法律当时颁布非常仓促 是12号13号拿出来的 然后15号开始实施 就直接就来了 习近平给自己送了一个礼物 这样为他奠定了一个基础 然后他跟俄罗斯的总统通电话 所以故事就这么来的 那但是这件事情呢 就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而在欧美地区呢 欧洲呢 完全中心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身上 撑不下去了 所以欧盟在想尽办法要使得战争能停止 和平谈判 停止战争 然后呢 要解决他现在眼前的问题 因为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过程中呢 自己付出代价太大 太大 没有任何一个赢家 所以这就变成了 普京呢就变成了相对的更 今天普京就比较牛叉了 所以普京的这个做法 因为主要是天然气跟能源 普京的这个结果 就是当时这个结果本身呢 同样对习近平有巨大的鼓励 对习近平有巨大鼓励 这就促成了习近平认为 他同样可以效仿俄罗斯 来威胁台翻 这是表现的 而在我个人的眼睛里认为呢 习近平没有能力 他没有能力 是自身没有能力 去发动这场战争 但是呢 他却有能力 借助这个 他的所有的操守做法 来夺取他在中共体制内部的权力 包括来提升他不可 就是不可逾越的地位 只要有共产党在 我习近平就是老大 他在营造这个东西 那习近平就是老大 就不会有任何退休的 不会有任何接班的 一直我做到死 这是他的宗旨 所以某种程度上 拿下台湾 是他非常非常希望的 可是呢 他自身呢 他不是普京 普京是一个敢作敢为的 特别是对外 那习近平不是 习近平只对内敢作敢为 对外他完全就是个怂包 是他的生命特点 给怼在这儿了 当然这是我们讲 这个故事是在这么个讲法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应对的背景之下 在星期五的时候呢 这个航空母舰 福建这个叫什么 福建号 航空母舰就下水了 所以这样的话 在整个军事的背书上呢 他也完成了 三艘航母 有人说他是为军事训练用的 这个东西其实在今天的中共体制之下 在今天的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习近平什么 只要他疯了 什么都敢干 只要他疯了 什么都敢干 你看看香港就知道 所以真正遏制习近平的是他自己 真正遏制习近平是他自己 而在这个他真正惧怕的是心理 习近平的心理是不成熟的人 所以真正台湾他的最大的保护 就是对自我最大的一种捍卫 是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 一个成熟的男人一样 那给予他完全精神层面的 生命层面的压力跟认识 而不是在军事上探讨 这是我个人的劝阻了 因为台湾现在呢 陷入在相当左派的做法中 对台湾的未来是不利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不利的 因为从军事的角度来讲 那台湾不是中国的对手 从他中美之间 就是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呢 现在的美国政府里面 有一些出卖台湾的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就曾经当时给 这个希拉里出主意 卖掉台湾 放弃台湾 要求中共国 免除对所拥有的 对美国政府的 一万美元的债务 一万美元卖掉台湾 这就是沙利文 这就是今天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这就是今天 美国政府中 掌控有关台湾安全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吹溃的 所以台湾要明白 在美国政府当中的这样的人 这样的做法 就是他的品质的做法 但是呢 并不妨碍 台湾自身呢 有着独立的一种选择 和依照台湾关系法 能够表明约束 美国在一旦台湾 受到威胁时 能够介入 所以我们 我原来节目中曾经讲过 如果发生冲突 台湾的自保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美国拉到战争中 一定给他拉进来 一定给他拉 这是一种自保的方式 拉进来的一个很大的 一个很有利的做法呢 毁掉台积电 毁掉台积电 台积电受到威胁 美国绝对不干 因为那是要了美国命的 美国今天怎么搬他也搬不走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战略上 战术上 我咱们开玩笑说的 所以台湾今天需要一个师爷 而不是需要幕僚 什么叫师爷 需要师爷而不是幕僚呢 幕僚都是分析 技术分析 师爷是一种生命命理上的认知 非战争军事令令令 生效中共恐更加咄咄逼人 那这是张家敦 这是张家敦 对中共非常的憎恶 他就讲述了那条法律 6月15号这条法律 所以这条法律 是习近平看到了 普京的做法 然后效仿普京做法 立了这么条法律 为自己打台湾 把它讲成军事行动 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 而不是战争 因为台湾是我的 所以这里面我一再跟大家解释 台湾老叫台湾 而不叫中华民国 就给予了习近平 以这么一个借口 可能朋友说你瞎掰 反正共产党就那德行 那这个说法我不反对 我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 永远不会要给 任何不好的生命借口 共产党是共产党 习近平是习近平 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值得分开的 非常值得分开 那习近平有他自己贪婪的一面 要借助共产党 达到什么目的 那共产党是共产党 共产党是魔鬼 所以我的说法是 并不希望 在今天的台湾社会中 在国际社会中 把他把中共跟习近平 完全一体化 完全一体化 不是的 这个中间是有差距的 这个差距的 你说他的意义在哪 他的意义 让台湾尽最大可能 免于生灵涂炭 台湾不惧怕任何 命运上的安排 因为他真要打仗 你也逃脱不了 对不对 所以不拒绝任何 命运上的安排 但同时 台湾不会要 就是节外生枝 因为自己的不定位 做不到 而再来麻烦 这是我个人说的point 所以这就是 这条法律的基础 这条法律的基础 是中共 习近平 要借助法律的本身 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规范 这条合理的规范 是为了废除 台湾关系法 来阻挡拜登 进行台湾关系法的 这种实施 而那个台湾关系法的概念 是跟战争有关 所以习近平避免战争 两字 避免战争的 战争的理由在其中 从而施出阻止 美国在一旦战争爆 一旦冲突起来之后 美国本身 所对台湾所负有的责任 所负有的责任 那结果就同样是在16号 应该是 美国两名参议院 叫台湾政策法 来弥补台湾关系法 台湾政策法 是将台湾列为 主要的非北约盟邦 这里头就很有趣了 这个针对性太强 就在上个星期 应该是昨天 日本的首相去参加了 北约的会议 那日本不是北约成员国 对不对 他为什么去参加北约会议 所以北约的触角 已经延伸到远东地区 在有关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这件事情上 北约前所未有的 表现出来的团结 和基于俄罗斯的压力 是有目共睹的 那如果中共国效仿 俄罗斯去进攻台湾 这个时候 那作为今天的韩国跟日本 还是首当其冲的 日本怎么也回避不了 战争给它带来的影响 很难回避 所以日本在这个背景之下 以它的经济实力 以它的国家的实力 在军事的角度 跟北约结盟 类似跟北约结盟 那这个提案 现在这个提案呢 就是就变成了一个 北约 应该讲什么 北约之外的一种 军事结盟 所以它叫 主要非北约盟邦 那结合了台湾关系法 给予了美国乃至北约 更大的一个义务 就是一种安全义务 一种军事协作的义务 那这个义务 这个事情出来呢 16号提出来的 我想呢 是它针对习近平15号 所实施的那个 非军事什么 法规的一种针对性 应该是相当积极的 因为这个做法 对习近平而言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这个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它就有 就去弥补了 在战争没有爆发的时候 在确定美国 跟中共国之间的关系 和台湾之间的关系 那当这条法律 真的实施的话 可能会应对 拜登所说的 如果中共 去武力攻打台湾的话 美国会以武力的方式 保护台湾 它一定在法律上 在条规上 有这样的相应的一种 规范跟约束 这条法律就是类似的 它里 对不起 它里面有很多细节 那我跟大家去介绍 这个框架了 所以它这里讲 就是台湾政策法案 要将 就是将台湾列为 主要的非北约盟国 是台湾关系法案之后 生效以来 最全面的一种修订提案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它主要就是提供 数十亿美元的安全保证 再加 再提升台美的非官方关系 来突出美国在台湾的义务 是不是会跟台积电有关 我以为有可能 因为在美国的环境中 你会看到的利益本身的 一个重要性 那同时另外相关的呢 就是福建舰 福建舰有三大缺陷 不敌美国航母 这些我觉得意义不大 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 这东西已经成了 那在书本上去论输赢呢 没有意义 他就做了三个军舰 他摆出架势来 那摆出架势来 这对国际社会就是威胁 而习近平摆出架势来 我以为他最大的敌人 是在中南海 不在台湾 在台湾这种情况下 我一直说 他没有他自身的障碍 习近平从来不敢跟中国之外的人 完全针尖追卖马 干起来 没有 他不是普京 但是他用三支航空母舰 对台湾摆出架势 是为了赢得他在党内的地位 中共党内的地位 而不是在其外 习近平要不惜一战 三大理由说 他无动无本钱 这些呢 这是台湾的媒体 我觉得这些都 就那么回事了 有没有本钱 他的国力在那的 他的人口在那的 他的面积在那的 他再没有国力 什么类似的分析 习近平在收回香港的时候 大家能讨论都讨论了吧 他照样就这么干了 然后香港能怎么着呢 你说香港能怎么着 香港就以这样的方式存在 所以这是 我们说不是书本身论英雄 习近平在对待香港 是他权力之内的 他说干就干了 但习近平对待台湾 他不是他权力之内的 所以他真的 真正的看劫 是在他个人上 他的生性上 他的秉性上 这就看天意了 而不是人的算计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